呼呼大家好我是楊琴 好久不見 對我從捷克回來了 今天想跟大家講說 我在捷克旅遊的一些心得 跟一些經驗分享 如果你也是在歐洲 或是你將來會到歐洲來旅遊 讀書的話你一定會有很多機會 可以去外面旅遊 就是在歐洲裡面 因為廉價航空非常的發達 然後法國的價其實非常的多 給學生價非常的多 所以其實三不五時就是 一定要揪一下大家出去外面玩 去在歐洲裡面玩 因為這是對於旅遊來講相對便宜的方式 因為你從台灣飛過來的話 就是要花更多錢 大不如你就在這裡 然後去搭連假航空去 飛去外面玩會比較方便 好捷克的話他在我出發之前 我就覺得他是一個物價 非常非常便宜的國家 因為他基本上物價就是跟 比台灣差不多跟台灣差不多 就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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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便宜 從車票啊到吃飯啊 我們這一次去六天午夜 花最貴的一餐就是一個五百塊 克朗 五百塊克朗 差不多是 也是五百塊台幣左右 克朗跟台幣的比是 1比 1比1.3 那一餐就是最多 就是差不多五百多克朗 所以我就覺得很便宜 就是差不多歐元 十三歐左右而已 然後買他們的東西也都是很便宜 不管是你去買保養品啊 你去買他們很多奇奇怪的小 東西 像我買了一個巫婆 他才五十克朗欸 超便宜的 五十克朗 一歐多而已 真的覺得很誇張很誇張 而且我覺得捷克現在啦 現在的捷克是一個 英文非常能通的國家 就算是一間小小的雜貨店 他們那邊有很多mini supermarket 然後你就會覺得 跟他們講話 他們都會講英文 真的覺得來到天堂 反正就是跟他們講話 他們都會講英文就對了 你跟路上的人 問路他們也會跟你講英文 就是每個人基本上 你講英文就是會通 我覺得對旅人來講 是一個非常方便的東西 然後再來是小費的部分 因為我在出國之前 我是一個非常非常喜歡做功課的人 我就跟各位講 如果你們真的要出國的話 要自由行的話 真的真的要做功課 你不要一點功課都沒有做出門 你會吃很多的虧 我出國之前 因為我之前有同學 住在布拉格當交換生 我就有問他說 布拉格那吃飯還是什麼的 要給小費嗎 然後他是跟我說 一般在市區的話 是需要小費的 市區以外的地方的話 他就不一定會要求給小費 我說的是 因為在市區 他你如果用餐沒有給小費的話 他會跟你要 就是說你要給小費 然後如果你要給太少的話 就是他會跟你要說 你小費給太少了 所以我朋友是跟我說 就是加10%上去 然後在別的鄉鎮的話 就是不一定要給小費這件事情 因為像我給小 我現在是會再做一集 就是關於歐洲小費這件事情 給大家知道 小費這個東西的話 我的觀念是 其實跟一般歐洲人差不多 就是除非他的Service 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好到覺得說 也不是說非常非常好 就是不能像他亞洲一樣 就是 如果他額外幫你多做了些什麼 我就會覺得他很好了 就是你到法國之後 你的標準就會降低 很多很多 所以 基本上 除非他很關心你或什麼之類的 我才會特別去給他小費 可是像我這次的經驗是 我去到布拉格斯去的時候 我這次都會給 然後有時候都給10% 可是像我去旁邊鄉鎮的時候 我如果他沒有一個特別的服務的話 基本上我不會 我不會多給 可是 通常 我這次去的小鎮 他們通常都會在結束之後 在帳單上面寫說 這個是你今天吃飯的金額 然後加了小費是這個金額 所以他意思就是 你要給加了小費這個金額 他都會把算好給你 可是你也不用多 你就是他已經算好了 你就直接給他就好了 然後捷克的車票 是用時間來計算的 他的最低時間是30分鐘 第二個是90分鐘 再來是24小時 就是說你是用時間下去選擇 你要的車票 所以 你買了 你超過時間了 你就記得要再買另外一個 然後你在買票之後 進去站裡面 你會看到一台 打時間的機器 在你的票上面 記得一定要打時間 因為很多人都 可能很多人都沒有打時間上去 就這樣等同於逃票 你逃票的話 如果被抓到的話 他會要你罰錢 我在捷克的第二天的早上的時候 我就遇到有人查票 然後我發現他們查票的账務人員 真的是穿得很一般 他是一個伯伯 就把我們兩個攔下來 而且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車上那麼多人喔 因為我們走很慢 所以我們走在最後面 我們算是已經算很衛生的人了 他前面的人都不攔喔 他就是看到我們兩個 我就看準我們兩個 然後就把我們攔下來 就說 TICKET 然後我就想說 是詐騙集團嗎 因為他也沒有穿一個什麼 戰務員的背心啊 還是什麼之類 他就像一個普通的阿伯 然後穿著牛仔褲加 上衣 T恤這樣子 然後我就還跟我朋友實眼色說 走 詐騙集團 結果還被人家看到我實眼色 然後就硬是要把我們攔下來 然後他會給我看 他就秀出他的一個扣 就是一個很像戰務員的扣 然後就秀出來給他看說 這個我是戰務員 你要給我看 TICKET Check 然後他就看了 我就給他看一下我們票 然後就看到我們打那個時間 就OK 就放我們走 我不知道是因為有很多 亞洲觀光客 逃票還是被抓到還是什麼的 他就針對我們兩個 就是把我們攔下來 反正我們有乖乖打票那就好了 所以真的 就是人在外面的時候 真的不要妄想想要逃票 還是做什麼事情 各位朋友們 該乖乖買票就乖乖乖買票 時間到了就再去買一張新的 不然你就買長一點時間 反正一張票也沒有多貴 罰錢的話反而會罰很多 所以我就說 為什麼出門之前做功課很重要 講一個例子給大家聽 我那個日本朋友 就是跟我去英國那一位 他前陣子在他回國之前 他去了義大利 可是 義大利的票也是 你買完之後 他旁邊有一個 上次之前有一個打票機 你要打日期上去 如果你沒有打日期上去 他就會罰你錢 結果他就是因為沒有做功課 然後他也不知道 他很多時間就 反正很多人不做功課 就出國玩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行為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你會露了什麼 好 反正他就是在車上 被查到 因為我知道 義大利的債務人員 他們是會故意查外國人 然後故意去罰外國人的錢 有時候他抓到義大利人 他可能還不會罰義大利人 他就是故意抓外國人 然後他當下就被罰了60歐 我就覺得太誇張了 所以各位同學出門一定要做功課喔 好 再來是我在旅途中遇到的 第一個 就是我的房東 我的房東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真的覺得他是一個 好像不是很喜歡亞洲人 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因為 我為什麼會這樣覺得呢 是因為 我在 我們在 我在check in的時候 因為我比較晚進來 所以check in的時候 是我朋友先check in 然後我到了第四天 第三天的早上 我才遇到他 就是我們去付錢的時候 就付這幾天的住宿費的時候 我就在看到他 然後 剛好前面有一組客人在check in 啊 check out 可是我不知道他是哪一國人 可是就是歐洲人 我就覺得 那個房東感覺還滿親切的 他就對他很 對他們很友善 所以我就覺得他應該是個友善的人 可是輪到我的時候 我覺得他的態度就不太一樣了 所以我那時候就有點嚇到 直到我們退房的時候也是這樣 我不知道 就是 你跟他要求什麼 其實他都會回應你 像是你跟他借轉接頭 你跟他借插座 你跟他借吹風機 你跟他借一些 有的沒有的東西 其實他都會回應你 可是在他 借你之前 他都會做出一些 嘆氣啊 或是 一臉很不耐煩的感覺 就是說 你們要求怎麼那麼多 或是 的那一種表情 他沒有講出來 可是他就表情就是 你跟他提出一個要求的時候 他就想了大概兩分鐘 然後一臉很為難 然後最後才答應你 嘆了一口氣來答應你 就是他給我的態度 我就覺得他好像覺得 我們很麻煩 我不知道是因為 我在網路上看到 所有的副品 那一間飯店的副品 都是亞洲人寫的 就是中國人寫的副品 所以導致他說 他可能 看到亞洲人他就會覺得 不太喜歡 還是怎麼樣 反正我是 我那時候我就 也不是很想跟他講話 然後 就這樣 反正他就是 我們住了這幾天 他唯一有對我們露出笑容的時候 是在我們check out的那個瞬間 他就說 啊 see you next time 歡迎你們下次再來plug啊 然後再來住我們這邊 然後 希望你們玩得愉快 然後就笑了 然後就跟我們講 bye 就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說 這個人其實還蠻現實的 再來就是 我在庫倫諾夫 遇到一群小屁孩 有看我IG的人 應該都有看到 我打那個故事 就是我穿的 上次我買那個 渣卵那一件開金衫 然後 我就是經過 我就是去拍景 拍完之後 我就要回頭之後 然後 旁邊就 一群那個 中國的小孩 感覺像是 很像不知道是高中生 還是大學生 我就聽到他們在討論 就說 你們覺得那是哪一國人啊 看起來好像日本人喔 然後我 那時候其實不知道他們在講我 因為他們其實跟我離得很近 近到 我不會覺得他們是在討論我 然後我就抬頭 我想看說他們在講誰 結果我一抬頭 我就跟其中一個對道也 他就在看我 我在往旁邊橫的一掃 全部人都在看我 然後他們看我是從頭 然後這樣打量到腳 然後這樣看 然後就開始講說 欸他是哪一國人你們覺得咧 然後是不是日本人啊 欸還是韓國人 然後其中那個男生就看著我 這樣從頭掃了一圍我 然後停在我腿上就說 嗯 我看這腿 估計不是 然後我當下其實有點 我不知道該講什麼 我當下反應是 我還看著我自己的腿一下 我就說這個腿是挨到你了嗎 然後我就 一直猶豫到底要不要講中文這件事情 跟他們講話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沒有禮貌的事情 後來我跟有一個女生 就對到也一秒 可是他們還是在繼續討論 我就繼續 我就直接對他們講說 我會講中文喔 然後他們全部都 一排 全部都 我 倒抽一口氣 然後我就走了 然後我到最後還回頭 我還看到他們說 他們是怎麼樣的 態 的反應 其實我是笑著講的 我就大聲跟他們講說 我是台灣人 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人在國外 你們真的不要三不五十都 對著別人評論 一些有的沒有的 如果是稱讚 那就嗨阿 可是我覺得這是一個沒有禮貌的事情 更何況你跟我離這麼近 這麼近 然後我就覺得說 這是一個很沒有禮貌的事情 所以 而且現在其實講中文的外國人很多 你不要覺得說 外國人都不會講中文 然後你有一天踢到鐵板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那有多糟糕 真的很丟練 然後 反正就遇到這個事 我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反應阿 因為姊姊本能看得很可愛了 所以就是警告警惕 警惕大家 就是你在國外的時候 你也不要大聲用你自己的母語 不管是用什麼語言都好 就是不要去批評人家的外表 或是什麼之類的 也許 對方就不小心讓你聽懂 那就會非常的尷尬 再來就要開學了 所以我其實不知道接下來 我可不可以下暑假的時候 一樣一個禮拜播兩個照 兩個影片 因為我聽別人講說 好像有一點繁忙 在北昂 我現在的程度是在北昂 北昂好像有一點困難 所以說作業會很多 我會盡我能力至少 一個禮拜出一步吧 我不敢給大家保證阿 因為我是一個 給自己保證我就一定會做到 會給自己很大壓力那種的 所以我會 做我的最好 OK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影片的話 就是麻煩給你留言說 哎呀千年還擺盲中 抽高拍影片給我們看 真是謝謝你 就是你可以留言這樣給我 或是 你如果也有來控讀書的話 也歡迎你私訊我 或是告訴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如果有要來控讀書的話 像有人就有私訊我 我就跟他們約說 那我們一起出來吃個飯聊個天吧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 跟我一起吃飯聊天 麻煩在路上請 如果你認出我的話 因為我昨天就是在超市的時候 聽說有人認出我 然後我就覺得很尷尬 我說我昨天頭超油的 我沒有洗頭 所以 就 歡迎大家來控玩 然後 或是來讀書 然後 歡迎來出來大家一起吃個飯 就這樣的阿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不要忘記訂閱我頻道喔 掰掰